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419集 井水冰镇过的西瓜 到家才刚挨招西瓜皮 西瓜就整个裂开 不是坏瓜 是西瓜熟透了 皮薄紫少 瓜壤半脆半沙 一口咬下去 西瓜汁顺着下巴往下滴 嘴里包着大大的一口瓜肉 急急忙忙吞咽下去 终于发出重重的感叹 甜 有狼吞虎咽吃西瓜的 也有慢慢品尝的 不管是哪种吃法 西瓜的甜味都飘荡在空气中 一营的兵蹲在树荫处 十个人围成一堆 分食着超过十斤重的西瓜 大热天的能吃上一口这玩意儿 不比吃大肉差 两者是不同的味觉享受 能吃得最好 没有西瓜吃的 远远瞧着 根本控制不住口水的分泌啊 哎 为什么我们没有啊 一样找他对象买来的 哎 上次吃羊也有啊 人家平常次次都给你买啊 再说了 你们不知道 几个脑袋凑到一起 哎 不知道啥 消息灵通的 就把夏小兰送羊 周成被匿名举报的事讲了 活灵活现的 好像亲眼看见方世忠去告状一样 这下就郁闷了 一营长的对象 不见得次次都会给大家带点东西 可原本是有机会 现在却被生生排斥在外 大家都对方世忠讨厌的要命 上次那羊汤 方世忠一喝了呀 吃了别人花钱买的羊 要我去举报 还要不要脸 害得大家都没得吃了 一营的其实也在讨论 你们说 咱嫂子家是干啥的 这也忒大方了 上次是羊 这次是西瓜 不知道下次送啥 哎呦 你打我脑袋 闭嘴吧 嫂子又该贴你啊 每搜带这么多东西 万元户都不够花的 还真的闭嘴了 西瓜是甜 也不能把嫂子家生生吃穷吧 要不把西瓜吃完 还是和营长反映下群众心声 让嫂子下次别破费了 他们知道夏小兰成绩特别好 省状元 华清大学 这些大家私底下都在讨论 有人说夏小兰是外省农村的 当然 这消息基本上没人信 当兵的真有不少农村玩 农村生活咋样 大家心里能没点数 当兵是光荣 可当兵也给家里省粮 连衣服裤子都是部队包办 每月还要发津贴 招工不行 身体能通过验兵 大好男儿当然要从军呀 这两年包产到户后 农村的日子好了些 但哪里的农村人 也不会像夏小兰这么阔气啊 谁要说她是农村人 这些兵第一个不肯信 嫂子那长相 是拿画笔画出来的 一般真人长不了那么漂亮 皮肤白白嫩嫩的 每天干农活的村里姑娘 也养不成这样啊 何况今天嫂子家里人也来了 刘芬和李凤梅和刚进城那会儿比 是完全大变样 刘芬其实长得真不错 夏小兰的长相 就是挑刘家人优点长的 母女俩五官本来就像 刘芬晒黑的皮肤 在各种保养和防晒 同时使力下 已经白了几个度 她现在还称不上白皙 却也是正常人的肤色 华国都是黄种人 特别白的人毕竟在少数 大部分人就算长得白也偏黄 脸上磨点雪花膏 那就真的是一点点黄气都没有了 穿衣打扮上注意点 谁敢说刘芬是农村妇女 李凤梅就更别说 原本就有点风雨 在服装店里当了几个月的店长 和人打交道多了 干啥都不怯场 哪怕是刘子涛 也是干干净净的 谁和他说话 他都要礼貌打招呼 瞧见郑伟 还给人敬礼呢 郑伟被这小子 几句甜言蜜语一哄 就同意周成 带他去放放把 打个枪算啥 子弹放在库房里总要用的 要不就打把 要不就打鸟 现在对弹药的管理 没那么严格 就连学生军训 部队也是给上的真强 发了子弹 随便往靶子上招呼 刘子涛连枪的后座力 都承受不起 周成随便放了两枪 刘子涛摸摸针枪 就激动得不得了 看夏小兰三人 在树荫下聊天 刘子涛就向姐夫打小报告 姐夫 陈庆哥也要在京城上学 他会不会总是去找小兰姐啊 周成瞅了他一眼 小家伙还真的管点用啊 来来来 你给我讲详细点 陈庆嘛 周成原本没太在乎 不过邵光荣去接战 私下里就说 那小子有野心 有野秀 虽然就是个村长的孙子 可谁知道这小子 哪天就混出头呢 对夏小兰也贼心不死 要不也不会追到京城来 还故意学经济 他一个农村小子 知道经济是啥不 学经济 就是要向小兰靠近呢 想和小兰 有共同话题吗 周成可不敢小看这点 男女在一起 除了原始的吸引 不还得看 是不是情趣相投啊 就像他对小兰 第一眼就看中 那是外表的一见钟情 了解的越多 越喜欢 喜欢她的自强和自信 陈庆 要是专往小兰感兴趣的领域学习 还真能和小兰搭上话 邵光荣看出来的问题 不算多严重 连滔滔一个小学生都觉得 要来给姐夫报信 周成来了兴趣 啥时候得会一会这个小子 有关西瓜的议论声 传到了高飞和方世忠耳朵里 对周成和夏小兰是称赞 对他俩就不会是什么好话 高飞和方世忠两人 搞得像是样本系的反派人物 不知道哪个缺德的说 方世忠是方汉奸 这名声要是传远了 上面的领导怎么看 高飞不敢跑去团里闹 那不就是自己承认了这名声了吗 他找罪魁祸首闹啊 方世忠都拉不住他 高飞直接冲到了训练场上 他没冲夏小兰发火 他咬牙切齿地 宠着刘芬放嘲讽 外省人就是没有家教 考上个华清大学就目中无人了 大学四年毕业 你女儿都不一定能成为京城人 不知道哪里来的包发户 就显摆你能 显摆你有钱啊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刘芬都被说懵了 他完全不认识高飞啊 他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对方 不 也不一定是得罪了对方 有的人就是这么坏 就像从前的夏家人 夏小兰将刘芬和李凤梅 拖到身后 妈舅妈 您俩让一让 方世忠在后面 慢悠悠地走过来 吃定了是女人之间的口角 闹到团里去都说不上谁没理 夏小兰冷笑 抡圆了胳膊 就想扇高飞脸上 周成已经跑过来 让我来 好 随手一巴掌 就抽得高飞倒地 周成冲着看傻的方式中笑 我一般不打女人 但是我打乱咬人的疯狗 我打乱咬人的疯狗 我打乱咬人的疯狗